嗨 最近我在臉書上面看到一個蠻荒謬的事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這兩天我在臉書上面看到朋友分享了一個粉專 然後他們有一個123別印來的遊行 我點進去那個粉專看 我只看到滿滿的歧視 還有滿滿的反制滑坡的謬論 他們的活動你從這個名字你根本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12月3號他們要去做這個活動 然後到現在募資都還沒有募齊 然後臉書上面還在徵求表演團體 從頭到尾看不懂這訴求是什麼 你們就是反對增加什麼新義工國之類的 但你們針對國籍 針對種族 針對膚色 你說你不希望他們進到你的國家來工作 這不是歧視 什麼是歧視 然後你說你不知道台灣哪裡有缺工 但是就我自己身邊的體感認知 有冷氣裝修 電梯裝修 這些工作 一個月開到六七萬了 還是找不到師傅 所以請問你是生活在台灣嗎 如果你家的冷氣壞了 或電梯壞了 你找師傅來修你 不會想跟他多聊兩句問問他這些問題嗎 還是你覺得你出錢的就是老闆 那這些人的高度不夠格 跟你多講兩句話 然後假如有人要給你們資金 做這種歧視的訴求 那我也很好奇這些道德觀在哪裡 你們的hashtag寫了一個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但是台灣不缺你們這種種族歧視的 自以為比別人高級的台灣人